對 después的事情, 這時期, 鼓勵的高興建員。 他們, 第一次去找機, 我也 paint up all this place. 你給他們錢, 這裡, 都是自己的。 他們的依革很少。 此时的英国早已没有了日不落帝国的气派 经过二战英国元气大上 战后的各个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 英国政府要插手西藏事务 显然还要通过刚刚获得独立的印度共和国 疲惫的英国已无力干涉这么遥远的地方政治事务 但在口头上仍然表示支持西藏的独立 政策的主要原则仍是依据1914年的中国政府 从未承认过的西姆拉条约 英国外交部在1950年 致其驻印度高级专员的一封电报 清晰地陈述了这种态度和立场 最后这么快的东西 有的特徴,老师知道 我们回复兀了 这双方就在内蒙 还有我们的特徴 一 都在内蒙 我们的特徴 我们收到来 到现在 到外面 全部都吃掉,全部都吃掉了。 結果藏軍徹底失敗。 這是被俘的幫助藏軍作戰的英國人福特和他的電台。 1950年10月底的拉薩已是混亂一片了。 昌都站以藏軍的實力給上層人物們帶來了極大的震動。 於是很多官員主張結束打仗的設政。 由於單增加措尚未到親政的眼力。 於是提前親政的事必須請護法將神給予神斷。 神的指示是讓16歲的達賴喇嘛單增加措親政。 從此達賴喇嘛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和約束一月經常在這一步。 翌日的習近平就在增加措之前。 馬上講尤 인터리的建立法。 說出雖然能積極的建立法寿的。 當一同都是 change家。 當人家隨學禁職的訓練法, 首是每天都會提交。 因為是讓香港人物品裡的建立法。 當我們搞定了建立法律。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年轻的达赖喇嘛 立刻悄悄地动身 前往边境口岸亚东 并带走了 嘎夏政府的大量钱财 此时达赖喇嘛摇摆不定 他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生命 地位和权利 亚东是喜马拉雅山谷中的一个小镇 翻过一个山口就到了国外 进出很方便 在政治上举其不定的达赖喇嘛 愿意处于这样的位置 而此时地球另一边的美国 以强烈反共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 他首先在朝鲜半岛 开始了一场遏制共产主义的战争 同时对西藏开始积极关心 虽然杜鲁门政府官员们知道 不能马上改变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 但他们还是敦促美国政府 为西藏将来摆脱中国中央人民政府 立即行动打好基础 美国国务院1950年12月30日 向英国驻美大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明确地表达了杜鲁门政府 对西藏地位政策的转变 被忘录说 美国牢记中国关于对西藏享有主权的主张 美国政府对这一主张从未提出过怀疑 但是又说 进而还认为 如果得到适当发展 还可以考虑 还可以考虑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最多的国家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被達賴喇嘛指定為首席全權代表 其他四位代表是 凱末索安望堆、土燈彈達、土燈列門和桑波丹增頓柱 談判雙方都拿出了自己的草案 在諸如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人民解放軍進藏 西藏實施民族區域自治 西藏的政治制度和達賴喇嘛 班禅阿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不變 確保宗教信仰自由等條款上 雙方經過反复協商達成了一致協議 西藏實施民族區域自治 西藏實施民族區域自治 主席活力圖集成了一闡 西藏實議院全部寧之夜 ek起初齊徽生世界 既然無法城和乘以外 ily同äh道 其之次 西藏實りました 西藏實部 西藏 今 西藏 藏 中 17条协议的签订 使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诸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西藏的地位明确而且稳定了 这是急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麻烦的杜鲁门政府十分担忧 1951年3月底至8月 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给达赖喇嘛至少烧去了三封信和更多的口信 劝说达赖喇嘛否认17条协议并流亡国外组织抵抗运动 美国政府愿意为此提供经济的抗议